玉里正63岁彭信妇人在网路上结交男朋友 疑似被爱冲昏头了 日期前她到邮局汇款1万块钱美金 到国外账户称是要给男朋友来纠战 所幸邮局的职员还有援警及时识破了 她财经局被爱情诈骗了 玉里警分局日前接户玉里正光复邮局简信职员通报 一名六旬妇人带着携有指定账户资料的纸条来汇款 金额大约是30万元 被询问汇款给谁妇人却知无其词 职员惊觉有意赶紧通报警方 之前本辖一位彭信妇人前往玉里正光复路邮局 打算汇款美金1万元约新台币30万元到国外账户 当时行员金姐有意便向前关心并通知本所远警前往处理 本所远警到场后对妇人苦口薄心详加劝导 该妇人才金姐遭受诈骗集团所骗 远警到了之后 苦口薄心的跟妇人说明诈骗集团的手法 是如何骗取财物希望妇人能够不要被上当 这个因为在香港我们没有办法帮你打去询问 可是你自己都知道这个是公司 这个就有诈哎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很多诈骗就是用人头账户 人头公司 那你这钱一进去 马上一分钟内没有 绝对没有 玉里警奔局指出 假交网针诈财已经行之有年 上个月初也破获了猜猜我是谁 计量假借职额身份向民众套关系 索取30万元的周转 透过银行职员以及警方耐心询问 一连破获两件老梗诈骗案 再次呼吁民众接到陌生电话 讯息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记者高双双玉里震采访报道